亚洲最前线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带您来看今天的财经焦点 Google愚人节恶搞活动 寻找神奇宝贝 有机会可以到Google去上班 政府推贷租贷管政策 协助弱势族群租房子 稍后的财经忘交点深入点评 今日我最转看美国最老的脚踏车厂拼转型 和服装品牌合作拼出新契机 台北市闲置房屋多 但是低收入户生账者 他们租房子经常碰壁 台北市现在推出了空闲住宅 政府代租代管计划 兼顾着帮房东出租 也替弱势的房客寻找落脚之处 预计两年之内每合100件 在待会儿的财经忘交点单元 我们特地请到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 吕炳仪来到现场深入点评 那么接下来带您看的是 全球股市的走势 美国联转会主席叶伦 31号在演说之中公开的表示 宽松政策会持续 这段谈话激励股市 三大指数全部收高 欧股股市在星期二开盘全面走高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因得发三大指数涨幅都超过了0.5% 亚洲股市方面先看日本股市 市场因为担心日本消费税 今天正式调涨 可能会造成景气方面的冲击 因此拖累指数由红翻黑 而另外一方面 美股的表现也带动了韩国 那么现在看到的是 韩环再加上大陆制造业数据表现良好 带动了韩股中厂上涨 港股则是上涨幅度达1.34% 另外新股海峡指数 印度股市是上涨 而马来西亚股市下跌 大陆国家统计局以及汇丰同时公布3月PMI 但是官方与民间的指数出现了分歧 陆股走势震荡 中厂上涨指数上涨了14.15点 深圳A股也是以上涨作收 台湾股市4月份第一天开盘多空震荡 尾盘吉拉由黑翻红 一举攻上8873 这也创下了2011年6月来的新高 法人预估台股4月有机会挑战9000点 面对大陆的经济疲软 市场预期大陆央行可能会调降存款准备金率来因应 不过人行在31号透过了旗下刊物暗示 降准不在目前政策的选项范围之内 因为降准会延缓金融机构和企业去杠杆化的进程 影响到大陆经济调节构 除非有发生重大风险 否则货币操作依然是以公开市场为主 大陆新政府第一季宏观经济成绩单 即央在4月中旬出炉 经济学者认为可能是2009年以来 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指出 GDP成长速度可能会降为7.2%到7.3% 珠三角工资涨风在起 而台商成本压力更大了 渣打银行在3月31号最新调查报告指出 珠三角的港资台资制造业企业 预计将2014年民意工资增加9.2% 而社保也将增加企业成本负担 面对工资不断的上涨压力 多数珠三角企业计划加大资本设备投资 超过200家的受访企业都将增加设备投资 而生产外包或者是部分外包也是台商的第二选择 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的厂商考虑撤离大陆 迁去柬埔寨 台湾福贸还在卡关后头的货贸遥遥无奇 而科技业者眼看南韩与大陆的FTA进展快速 急在心里面 根据统计南韩10年以来签了9个协议 为南韩企业省下了79.9亿美元的关税 反观与南韩竞争激烈的面板业 连央行总裁彭怀南都特地举例 中韩FTA一旦通过 韩国面板进口大陆是免关税的 可是台湾面板进口大陆 却得要5%的关税 使得台湾面板业者生存岌岌可危 卡关最紧张的摸过于台湾的面板业者 因为韩国一旦签署了FTA通过之后 最快明年面板到大陆面关税 台湾友达全创面板双虎 产品竞争力不输给韩国 但最大差异就是经济贸易自由度 台湾服帽卡关进度落后 更别说后头的重头戏货帽 但南韩可是一个签过一个进度飞快 南韩智库指出10年来9项协议生效 与智利东协欧盟贸易大增 南韩产品关税2013年降到4.65% 低于2004年的5.28% 等于替南韩企业省下79.9亿美元关税 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台韩在面板产业竞争激烈 就连日前央行总裁彭淮南都特别举例 如果服帽不过 点名台湾面板产业会有严峻考验 韩国非常的积极在推动中韩FTA 那我们已经看到韩国总统 普警惠已经两度造访北京 货帽协议进展缓慢 那中韩FTA又能够按他们预期 在今年年底完成的话 那我想就会造成一种双重的影响 因为台湾面板销往大陆 现阶段课证5%关税 但韩国面板销往大陆 在FTA通过之后就会免关税 台湾面板销往大陆进口关税 后续可能进一步调高到8%到10 彭淮南点出这将影响10万人就业 目前台湾面板业包含 友达光宝台达电北市电脑工会 等17家科技业者联名刊登广告支持福茂 陈宏财务长则是表示 学生应该就事论事 反对哪一条拿出来讲 不要为反对而反对 全创发出声明稿表示 认为公开自由竞争市场 可以提升企业与国家竞争力 期待面板业有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 彭总裁都公开主动 帮面板业请命忧心前景 但目前却没有看到面板业大老板 公开站出来捍卫自身产业生存 福茂过于不过有可能影响 这个目前台湾四大产业的前景未来 记者市场被张卡亮台北报道 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指出 大陆最大的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 计划投资连锁百货银泰商业 以53.7亿港币的金额买下25%的股权 双方将共同打造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的商业模式 一举打下网路与实体店面市场 银泰商业和阿里巴巴一样 都是从浙江起家的 2007年赴港交所上市 目前有28家百货公司与8家购物中心 成为浙江省境内最大的连锁百货 攀登岩壁搭上渔船寻找神奇宝贝 在网路上面出现一个活动 那就是只要在明天4月2日凌晨2点前 上网路地图找到150只神奇宝贝 就可以通过第一阶段面试 成为神奇宝贝大师 有机会到Google上班 不过天底下真有这么好的事吗 原来这是Google的愚人结合理 传说中的卡通人物神奇宝贝 出现在真实世界中 让粉丝大为惊奇 谷歌宣布只要利用谷歌地图app搜寻 就可以让你成为 150只神奇宝贝 藏在世界各地的神秘地区 利用谷歌地图app先找到之后 在收藏到手机中 谷歌非常慎重地宣布这项任务 假装是争选人才 影片中宣传了苹果和安卓平台的最新地图版本 不过地图上特别标明 比赛直到二号截止 让大家看出这是4月1号愚人节的噱头 但喜欢神奇宝贝的使用者 还是可以利用app真的找到神奇宝贝 为了强调刺激程度 厂商还特别警告 不要在开车中寻找神奇宝贝 一段愚人节主题宣传成功达到造势效果 记者周恒天综合报道 为了提高企业治理的透明度 南韩政府要求财阀集团公布高层主管年薪的资讯 根据三星电子星期一所公布的资料显示 行动厌恶共同执行长申宗君 在去年的薪酬高达27.7亿韩元 大幅的超出苹果执行长顾客 而现代汽车集团董事长郑梦久 他的年薪更是超过100亿韩元 不过南韩最有钱的富豪 同时也是三星集团的董事长李健熙 和他的儿子副董事长李赛荣 则没有对外揭露他们的年薪 主要的原因是 他们两位都挂名非执行主管的职务 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一报道指出 日本零售商永旺 4月4号推出低价智慧手机服务 比日本主要行动通讯商的资费 便宜超过一半 永旺在本周五开始 在日本170家永旺超市 贩卖韩国厂商LG电子的 Android手机Nexus 4 绑约两年 但是提前解约 不需要支付违约金 初步销售目标是8000只Nexus 4 提到了全球暖化 一般人通常只想到地球气温升高 但是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在星期一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却指出气候变迁 除了可能导致更为极端的气候 人类争夺食物和饮水等资源的冲突 会更将扩大 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增无减 影响不只是地球气温升高 联合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全球暖化除了可能导致更极端的气候 更恐扩大资源争夺的冲突 报告显示干燥的地方将会更干 原本的湿润区域则会更潮湿 和人居的区域迁移到新的地方 因而加剧了食物和水源的争夺 地球未来看似不乐观 专家警告想对抗全球暖化 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 根据报告许多因应暖化的做法 其实不困难成本也不高 像是打造公园或是不浪费水 只要能迅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很多潜在的危机就能够迎刃而解 记得陈军任综合报道 欧盟统计局在周一公布 欧元区三月通膨率出值意外 连续是三个月下滑了 并且也创下四年新低 这也加重了欧洲央行 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 通膨与核心通膨率双双下滑 代表欧元区未来消费者物价 有可能下跌 消费者物价如果持续的下跌 那么就是通缩 通缩一旦出现 就会抑制消费者与企业支出 进而冲击到经济的成长 实际通膨率离ECB所设定的 略低于2%的目标越来越远 这也让ECB本周四召开 例行货币决策会议 被迫出手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 大为增加 英国伦敦街头 在最近出现一部台币价值上千万元的超跑 而且整部车子的车身都镀成了土豪金 看起来是金光闪闪 让人不注意都很难 而英国媒体也立刻调查出了 这部车的车主 是一位来自于伊拉克的权王 他花了台币20万考得起 停在伦敦街头的超级跑车 从车头到车尾 全身都镀上金箔 吸引了许多路人 做主观看 拍照留念 还有网友兴奋地把影片po网跟大家分享 的确金光闪闪的车要让人不注意也难 造价超过千万台币的超跑 专家估计黄金色的烤漆 要价高达台币20万 英国媒体调查发现 把这辆世上最快法拉利跑车 外壳镀上土豪金的车主 就是伊拉克的自由国籍拳王阿杂威 他从2008年赢得世界冠军以来 就保持了47胜0败的全胜纪录 这辆敞篷超跑最快时速可达318公里 拥有这么高档的超跑 显然无法满足拳王的要求 他还得镀上土豪金 才能更显气势悲凡 每次他拳击训练就把车子停在路边 吸引众人目光 但也有汽车专家批评 车子涂成了金色 变得毫无美感 非常俗气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再度的因为汽车瑕疵 宣布照修130万辆车 这次的问题是出在 动力方向盘辅助系统 汽车驾驶人有可能 因为动力方向系统故障 导致车祸的风险 通用汽车在这次照修的汽车 大约是130万辆 出厂年份是2004年到2010年 而车款包括了雪佛兰 以及庞迪艾克等等 上个礼拜 通用才因为点火开关的问题 照修超过250万辆车 同时因为相关车祸 而接受调查 台湾人喜欢吃冰 那么很多业者 看准商机也推陈出新 除了在台北东区 有业者推出 韩式的风潮双淇淋 超商也从日本 进口了雷神巧克力冰淇淋 而31日 第一批上架25万个 要在台湾延续雷神热 让民众有甜甜的小确幸 浓浓黑色巧克力层次搭配外皮酥脆 内馅浓郁 特别是一颗一颗巧克力附在雪糕上 口感十足 雷神巧克力进化成冰淇淋 让人看了真想咬一口 因为我是喜欢吃巧克力的人 而且它里面会有那个饼干的口感 可以吃到雷神巧克力 所以就变成一鱼粮吃 超商业者看中台湾人爱吃冰 从日本进口雷神巧克力冰淇淋 连包装也没有变 31号晚上开始 首批上架25万个 要再次掀起雷神话题 这部分的冰品也是 等于跟这个厂商独家合作的一个部分 打破季节限定 新冰品推陈出新的还有这一家 乳白色双麒麟加一块切片蜂巢 蜂蜜酱立刻流出 七彩甜筒任你选 还有巧克力股份孔味可以挑 杯子装或加面包也是创意吃法 口感甜而不腻 号称是韩信最爱的双麒麟 蜂蜜味道很浓 还蛮特别的 吃起来很Q 继草莓双麒麟旋风之后 超商店频频退新冰品 还没有夏天 冰品大战已经开打 记得夏军查布斯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的房价是不是真涨过头了呢 现在教会也把地拿出来卖 坐落于台北市大安区的基督教会 两层楼的建物面积224平开价10亿 等于每一平就要价444万 据了解已经有十家建商询问 那么另外一个是位在天母的圣道儿童之家 也曾经在2010年以天价卖出 如今也是要盖成豪宅 据传开价一平180到200万元 这栋建筑非常有中国古典式风格 但其实它是个教会就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精华地段 但最近传出它要出售了开价11元台币 台湾房价涨过头 现在连教会都要把地卖出去 坐落台北市大安区地段两层楼建物 面积224平 容积率225% 属于第三种住宅区开价10亿元 等于每平要价444万 预计4月8号开标 据传有超过十组业者询问 这块地地基算是方正 但是因为它其实面临的马路都不到8米 所以实际上以它的容积率来算 未来盖起来顶多只能盖三四层楼 如果真的能成豪宅建案 有房仲预估每平会到150万 总销金额十二亿 但也有房仲认为 这跟附近行情每平65到85万 比起来相差太远 加上路段未处巷弄内 恐怕成交价不会到每平上百万 有天母帝王之称的 盛道儿童之家建案 工人们现在正在加紧赶工当中 未来这里就会有38层楼高的豪宅建案 先前的天母盛道儿童之家 工地已经开始进行施工打地基 面积1729平 2010年建商花了70.28亿买下 等于每平要价409万 创下第三种住宅区天价记录 如今改建成豪宅 楼高规划38层共70户 预估每平成交价180万到200万 位在台北精华地段 大面积的教会或圣道院 寸土寸金 只要亦有出售意愿 都会成为建商眼中心的列地目标 记者洪旭 邱子敬台北采访报道 国外后回来 财经网交点的单元 我们要来探讨 台湾的房价高涨租房子 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政府与社会企业共同合作 替弱势族群找到妻生之所 在待会我们请到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 余秉怡先生 来到现场做深入剖析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 亚洲最前线的财经网交点 在台湾呢 台北市啊 其实闲置的房屋多 但是低收入户啦 生账者啊 其实他们在租房子的时候 老是会碰壁 所以为了要改善这些问题呢 其实台北市副市长张金鳄 他日前宣布了 空闲住宅政府 代租代管计划上路 也就是说呢 是由台北市政府撑腰 帮房东出租 那么同时呢 也替弱势的房客 去寻找住处 预计呢 在两年以内 要没合一百件 其中呢 特地就评选出了 崔妈妈基金会来承揽 代租代管的业务 但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业务啊 其实我乍听之下 觉得在执行上面啊 应该会有一些困难之处 怎么讲呢 我们在今天特地请到的 就是崔妈妈基金会的执行长 吕炳怡先生 来到我们现场 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 执行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想啊 执行长 我们刚刚大概只是约略的讲了一下 有所谓这个代租代管啊 代租代管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计划 是不是可以先请您跟我们简述 基本上应该是说 如果是在租赁市场里面的 就是说代租代管 或者是如果更专业的话 可能是类似包租的一个服务 就等于房屋 媒合成功之后 其实后续有很多的一些 管理的事情才要开始进行 那管理的事情 可能是由专业的管理公司 来帮房东跟房客来 居间来做这样的一个执行 所以这个代租代管也就是说 一头比方说崔妈妈 崔妈妈你们就帮这个房客找房子 对对 那房东呢 也有另外一边的这个代理的机构 专业的代理的机构 专业的代理机构 一边代表房东 一边代表房客 然后你们就在这中间 媒合牵线 对对对 或者是沟通这样 然后作为房东跟房客的一个代理人 以及保障 代租没有什么问题吗 代租其实就是两头找到了 愿意租给你 你愿意租给你 对就签约了 那么就等于是成交 这听起来其实有一点像是 这个比较便宜的仲介 我们如果讲的比较浅白点 对对对 就是仲介的前端 租屋媒合成功 对那代管应该是说 仲介媒合成交之后 台湾大部分的仲介 就不会继续再帮你服务下去了 那就是开始 就是从成交之后 可能会开始有需要房屋的点交 那或者是经常的要去了解房屋的状况 跟房客缴交的状况 以及把房租缴给房东 到最后房租期结束之后 可能房客要迁出之后 再跟房客做完点交 然后就是原物的点交返还给房东 才整个过程 就是说代管的过程的结束 是等于就是说你们多出了代管 这个后面的这一段 对但是为什么需要代管呢 是之前有什么问题出现过吗 事实上就是说 其实在租屋的过程 原来就是有两段 第一段就是找资讯跟媒合成交 算是第一段 也算是比较简单的一段 那第二段其实是从 双方签约之后才开始到 就是房屋租期结束 原屋返还给房东 这段是所谓的管理段 那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段 听起来是对那台湾的 就是说租屋市场的特性是 台湾的租屋市场 大部分都是以小房东为主 因为如果有国外 比如说美国或日本的一些经验的话 其实国外的租屋市场 很多比如说就专业的经营者 他可能盖个一百个单元 两百个单元就全部 就是由专业经营者在出租 那由他们专业去经营管理 那台湾的租屋市场 大部分是个别的房东去处理 就是说可能跟房客的沟通 以及管理的一个事务 事实上是比较不符合经济规模 以及可能因为你只管了一个房子 你的专业经验绝对比不上 那种专业的公司 同时在管一百个房子 或者是即便碰到 那个漏水或修缮的问题 就是说专业经营者的话 因为他可能有自己的工班 或者是特约的水电的厂商 所以他处理起来 其实成本会比一个房东 自己去处理要来的低 而且房东也没经验 可能不晓得哪一种状况 其实是漏水 哪一种状况应该怎么处理 可能经验也不 没有像这种专业公司来的丰富 所以我问的比较实务一点 比方说现在我是房客 房客那我找你们崔妈妈 因为你代表我 那结果我现在的这个房子也租了 那结果问题是这个后来发现有漏水的问题 那但是真的透过崔妈妈的协助 或是代表房东的那一个代理机构 真的他就会二话不说 立刻就这个帮我修理好吗 处理会出面 他完全有任何法律上强制的作用吗 因为他会跟就那个代理机构 会跟房东签一个贷款的委托合约 那那个部分事实上已经蛮清楚的有载明 就是说怎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由这个房东的代理人 就直接帮他去处理跟修了 那比如说可能怎样的复杂度 或者是怎样的金额以上 可能他会就是说跟房东在做沟通 然后甚至或许就直接 如果房东请他出面处理 或许他就循三家雇价单的厂商 然后再去跟房东讨论就是说 是不是要直接我就帮你修了 还是房东自己要找修缮的厂商这样 是所以我的好奇就是在于说 透过这个中间人 真的就能够比较有效率吗 或者是其实租屋的 所谓的约束力 约束力那个不 就是说约束力是一开始就签约 所以房东跟房东代理人 那部分的权利义务的关系是很清楚 所以那个部分就有所谓法律责任 对对对对 权利义务就很清楚 那或许透由房客的代理免去房东 在租屋过程 其实担心的困扰或是麻烦 因为房东租屋的过程里面 除了希望就是说 租个好的租金以外的话 其实他其实蛮怕的 就是说租屋的过程 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或者是困扰 就是说房东 房客拒不搬迁的话 他还要走那种纠纷处理 甚至还要走法律途径去诉讼 那那个花太多时间 那租金台湾的租屋的投资报酬率 其实非常低 只有1.57% 远比国外的3到4%是低很多的 对啊 现在都不到2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房东 其实如果租屋还要碰到这么麻烦 跟困扰的一个过程的话 很多的经验是 房东宁可把房子关起来 就养蚊子 那或许他就等待都庚 等待都庚 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之后 他可能再转手再出售 他就不愿意把这个房子 拿出来出租 那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房东代理人跟房客代理人的话 至少让房东觉得 他不用去碰触那个麻烦的过程 或者是一旦碰到 这麻烦的过程 至少有专业的机构 先帮他会做处理 他省去了这样的一个负担 更何况这样的一个 专业代理人的 帮他管理的这个费用 这个方案是由政府来支付 这样的管理服务费 不是房东出来 所以算是给房东一个诱因 所以在这个后面 其实他完全不需要 出任何的费用 是由政府来负担 那当然公共政策上的 一个意涵跟效果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政策 事实上是以弱势族群优先 所以事实上就等于 政府在新办公益 出处住宅或社会住宅 在可能缓不及时效 没办法赶上的过程里面 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协助弱势家庭 至少在租屋市场里面 可以先找到 他们可以占据之所 是 不过我很好奇 我请教一下执行长 就是说房东其实怕麻烦 那他当然其实呢 你一开始如果知道说 我这个是要租给弱势族群的 那很可能就会有麻烦 这个心态上面 要怎么样去调整 或者是去说服房东呢 没有 因为在这个过程 因为有房客的代理人 那房客代理人 我们崔妈妈基金会 算也算是一个 就是说大家可能还算 肯定我们的一个公益团体 所以有一个公益团体 来帮他处理房客的一个事务 而且这个方案 我想台北市政府 有做一个配套的设计方案 就是说一开始这个房客 我们他这个来申请说他要租房子 我们就跟这个房客的那个 帮他服务的设服中心 民间的各种设服团体 以及台北市社会局 就有做很紧密的一个互动跟连结 那当然房东会担心房客 如果付不出租金贼 对 那是最现实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部分 之所以跟台北市社会局 跟就是说服务 帮房客做个案管理的设服机构 做紧密的连结 就是说如果房客 如果有一些经济状况的一个改变 或变故的话 我们会催妈妈会很密切的 跟社会局 或者是社福这些社福中心 做紧密的一个沟通 那如果他房客非恶意的欠租 他可能是不可抗力的部分的话 社会局或者是社福中心 他们会透过他们的 以往的一些资源的管道 帮他申请急难救助的一个资源 就用急难救助的资源来帮他 就是说如果只是 那个一两个月的租金 就是帮他协调顶过去 就是帮他垫付这个租金就是了 要不然他付不出来 他有困难的话 其实对于房东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然后管理的部分 因为催妈妈作为一个房客的代理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每个月都至少要数次的 跟房客保持密切的沟通 甚至可能到房客那边去做访试 以便随时掌握房客的整个生活 以及他的一个经济 跟居住的一个状况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就比较能掌握房客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其实可以让就是说原来那样的风险跟疑虑 相对是降的比较低 而且又有台北市社会局 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作为最后如果有需要的一个 协助的一个单位 对 不过我们知道 其实有很多的包租公包租婆 其实他们不太喜欢付税 对不对 那但是问题是 如果现在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机制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要缴交这个税负了 对不对 因为租金的话他又要报税了 这个是多不要 对这个是这个方案的一个前提 所以确实这个部分得按照整个行政重续走 所以确实基本前提是就是说 因为可能会政府那边会登记 所以确实有那个风险 可能国税单位可能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资讯 确实 所以也换句话说 就是说当房东要认同这个机制 他要透过这个平台的资源作为协助的话 那他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之前 他就一定要先认清这个现实 也一定就是要乖乖的缴税了 因为市场里面确实也有一类的房屋跟房东 比如说有些房东 他可能人已经履居在国外 或者是在中南部 但是管理事务实在太麻烦 他不可能为了区区那一点租金 然后自己上来管 那有这样的代租代管机制的话 至少有专业的机构帮你管理的话 那收得到租金的话 至少那个租金应该比你缴出去的税额 就要滑得来 如果又是老房东就是说本身已经没有在工作 他没有其他收入 其实他靠的大概是租金收入的话 那种房东或许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反正多收了租金就是他可能多了一些收入 所以市场上面不断是房东这一方 或者是租方 其实都有他的一个不一样的需求 所以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其实可以让很多人放心的租房子 也可以放心的把房子租出去 而且同时也可以帮助照顾到一些弱势者 那等一下回来 我继续来请教一下这个执行长 从实务面来讲 到底可以怎么样去照顾一些弱势的族群 谁需要 而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 在台北尤其这种精华地段 租屋大不易 到底我们的房价居高不下 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锁定稍后的亚洲最前线 欢迎您回到我们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交点 在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在台北市方面 有推出这个由政府 那么他们来帮你带租带馆的一个服务 只是真正这个带馆的机构 还是由民间的业者 那么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崔妈妈基金会的执行长 旅执行长 执行长其实刚刚也跟我们谈了 我问的问题都是比较实物面 因为其实在这个实物的操作上面 我有太多的这个问号了 我很担心就是说 我们的利益非常的良善 我们要照顾弱势者 但是这个执行的时候 推不动 很困难 所以这个毕竟也是有机可循 怎么讲 因为过去我们其实就看到 政府有这种租屋平台 有这样子的服务 可是乏人问津 那我们就会很担心说 那政府好像要做什么 没有人要理会 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现在有这个机制的话 就能够有效解决了吗 当然现在的机制 或许条件比之前的 租屋服务平台 比较成熟一些 那确实也要很努力的进行 因为这次 就是说台北市的 代住代管案的话 因为它所有服务的对象 房客都要给弱势 所以它的挑战度 又比租屋服务平台 这块来的高了 那什么样子的弱势族群 有没有一个条件 有 它事实上是 就是说七类的弱势族群 那当然所得 可能要在一定比例以下 当然也不是是最贫穷的 但是就是说 所得是一个基本的限制 那此外的话 零有政府的七类 任七类的那个的证明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身上身上手册 等等的有七类的家庭 这种才可以才可以申请 那换言之就是说 就等于在社会福利里面 是算是比较需要帮助的 所谓的社会弱势 或者是经济弱势 那他这个房东提供的物件 又有没有什么条件 房东的物件基本上 他的限额是 基本上大概是 一万六千四百元以上 作为一个 我们可以核报的一个基准 不过以弱势家庭来讲 比较多的恐怕是 我们的经验大概是 一万块以下 或是到一万二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房屋的物件 可能会比较是符合 他们的需求 太高了大概 对那是他们的承担的上限 再高的话他们也付不起 对那我们看看 其实现在在谈这个租屋的 这个政策 其实真的是非常需要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 买不起房子了 这个房价你看 一直是高 那就算你说打房打房 这个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 它顶多就是交易量 好像看到趋还 但是大家偏偏 还有一个问题在面对着 那就是什么都在涨 薪水偏偏没有在涨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 这个买房子很难 租房子其实也越来越不容易 今年要刚出社会 就成了无壳蝸牛 我想崔妈妈基金会 对于这个房价居高不下 一定是非常有感的 以我们执行长来说 其实过去也曾经走上街头 是不是可以这个执行长 您来谈一下 就当时的情景 跟现在的台湾 您怎么看 其实刚好是25年 其实蛮有趣的 我们前一阵子做了一个 比较的一个表格 其实整个社会条件 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第一个就是说 如同主持人讲的 就是说当时的房价 虽然也在涨 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夸张 那时候是大概以台北市为例 大概那时候 1989年大概是涨到25万一瓶 那现在平均台北市已经 我去年的数字都已经平均到76万 是三倍 但是三倍的过程 反到年轻人的薪水 那时候出社会的薪水 可能两万五三万 但是现在反而在倒退 前一阵子才说 倒退到16年前的一个水准 所以房价标比25年前高了三倍 然后薪水又再倒退到16年前的水准 可见对现在的年轻人 不只是弱势家庭 可能年轻人 或者是新分夫妇 这股压力有多大 而且是在25年前的话 整个台湾的经济 还是在一个 持续在发展跟起飞的状况 不像现在的经济 是在一个停滞跟困顿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会 看不到自己的一个希望 因为现在如果 特别是在双北地区 如果没有一个父爸爸 父妈妈 就是说可能他上 就二十几年前 存下了积蓄留作子女的一个 头期款 或者是帮你付掉那个贷款的话 现在年轻人 要凭着薪水来买房子 其实在这个年代 几乎是困难重重 所以执警长您一定觉得就是 现在反而二十五年后的台湾 无颗蝸牛反而更多了 对 贫富差距变大 贫富差距也大 有钱 有房子的人更有钱 但是现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从房地产的一个 就是说产品里面都是 大瓶数的豪宅 但是大瓶数的豪宅 基本上不是符合 在城市打拼的 年轻上班族群 或者是弱势家庭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 他这个不动产 不是为着你的居住需求 而变成是一个 比较为了投资 或者是理财的需求 而去兴建的 这样 要不然的话 就是瓜居 就是市中心 精华地段的话 那个瓶数也是小得不得了 那你要买这种小小的瓶数的话 你如果买得起的话 当然是最好 但是很多人反而买不起 为什么 因为太难贷款了 对 所以其实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青年的这个 住 居住的问题 是不是执行长来谈谈您个人的观点 OK 当然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比较务实跟操作面的话 其实政府的 社会住宅的政策 以及 就是说租金补贴的政策 恐怕要 就是说好好的在 加把劲 在加油 就是说 这个或许是救急 比较能协助那个年轻人去解决住的问题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就中长期来讲 其实税负的公平 其实是更重要的 税负的公平是这样 因为现在台湾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豪宅很多 有钱人在做投资理财 或者是外资进来 但是政府这个部分 不但炒高了台湾的房价 政府还从这个过程 克服到税 就是说台湾的每个地方政府都在汗穷 但是他的那种地价税 就是说交易税 事实上是地方政府很重要的一个税收的来源 但是所有的地方政府 不敢去提高这个那种税负 那导致政府连薪水都发不出来 房屋税也很便宜 对对对 因为曾经前一阵子有做过研究 就是说那个四五千万的一个豪宅 每年缴的房屋税 比一部两千cc的育龙的国产车 缴的牌照税跟燃料税 还要便宜 结果就房屋税大概只要缴到六七千块 或者是比你一年豪宅那个地保的管理费 都还高于你要缴的地价税跟房屋税 那所以 我今年才交的那个汽车牌照税 还要七千多块 对对对 所以如果假设市场里面 还是有这种投资的行为的话 至少政府应该基于资源从分配的立场 至少也应该要从这个部分 克到适当的税 以便政府因为要支持各种公共建设 跟就是说支持一些社会福利的部分 至少有一定的资源跟筹码可以做这样的 就M型化社会里面去协助那群区要帮助的民众 所以这块税负的公平 恐怕会是长期里面一块很艰辛 但是不得不走的路 对其实你们也持续在大声疾呼 也持续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协助青年们 解决租屋问题 所以崔妈妈基金会呢 在这个时候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而重要的角色 我请教一下这个执行长了 你们在这个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所谓蝸牛社会企业 蝸牛社企这个成立的缘由是什么 那他跟你们原有的这个基金会组织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崔妈妈本身是一个公益团体 那在基金会的法规里面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成立公司的 或者是就是说 崔妈妈本身没办法经营 所谓的跟租赁的相关的仲介的服务 因为我们不是符合 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下的一个团体 所以如果我们要持续关心这个租屋市场 跟住宅问题 而且是透过服务的过程去处理的话 我们是得符合 就不动产经济业条例上的一个规定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发现就是说 因为政府的社会住宅这样的政策 缓不济及 可能我们需要秉持的一个服务的立场 更积极的进到租屋市场里面 就是说帮这些房客跟房东 处理这样的租屋 以及租屋之后的管理问题 一方面也算是帮政府在整个社会住宅还没完全可以快速达到之前的话 运用租屋市场来协助这些有需要的年轻人或弱势的族群 解决暂时的居身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成立一个符合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规定的一个就算是仲介公司 但是因为我们强调我们是有社会性跟社会的一个理想 所以我们特别在名称里面就是就把它刮上 蝸牛社会企业有限公司 那这个里面的成员 就工作者他们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症状 完全是比较重气来办理 对就依法办理 就是说我们 所以我们有很多在蝸牛里面的同仁的话 事实上就去上过那个 就不动产营业员的课 那也就是说有配偶专业的那个经济人这样的角色 就是一切符合法规在进行了 那么他跟市面上其他的仲介公司又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们不做买卖的一个服务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以崔妈妈长期关心的居住权 特别是住屋的一个居住权为主 那所以我们从事的可能是帮房东做房屋的出租前的一个房屋的一个见解 以及协助跟辅导的工作 那帮房东跟房客做租赁的媒合 以及媒合城的一个房屋的代为管理的一个工作 那举个例 事实上台北市不只是有弱势房客 其实也有相对的弱势房东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就发现 服务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一位八十八岁的老先生跟八十四岁的老太太 关台北市太顺街一个四楼的老公寓 两位两老还很朗健 还可以爬楼梯上四楼的公寓去带房客去看房子 那老人家怕被受骗 他体力也越来越不行 其实这种老房东跟老房屋的话 其实应该交给就是说专业的公司 专业的团体来帮他做经营跟代管跟处理 那因为房东的年纪也大 所以他房屋内的屋况 事实上他都不晓得如何要更新跟处理 所以你在那个房屋内 你可以看到好像是古迹一样 就是说连那种电器的开关 都是很古早的那种开关 就他都没有整理过 那这种如果在现在租屋市场的话 可能会看向不好 房客不太愿意住 所以我们的见诊服务的话 就会提醒房东就是说 这个部分你可能可以 藉由怎样的一个改善 可能或是调整的话 会比较符合现在房客的一个需求 帮他就是说比较快速的 把那个房子租出去 因为这个老房东 可能也需要靠这份租金 来作为他的生活费 你早一个月帮他租出去 事实上他就多增加了 他的生活费用 也确实如此 而在此同时等于也是帮助了 相对比较弱势的高龄房东 所以我们说房东加房屋是两个加起来 超过一百岁 所以这个也是另类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租屋版的乙房养老 就是说政府的乙房养老 可能政策推行的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房东还是在意那个所有权 希望传给子孙 那租屋版的乙房养老 最后就是说 如果当你决定不租的时候 房屋的所有权 你还是可以留着 你看你要怎么处理 但是租屋的过程 可以取得一些租金 至少是作为你生活费的部分 这样 好 非常好 这个今天也非常高兴 我们请到这个 崔妈妈基金会的 吕炳仪执行长 跟我们聊到了 如何来协助台湾的一些弱势族群 照顾他们居住的问题 非常谢谢执行长 广告之后回来的 今日我最传 带大家看看 美国最老的脚踏车厂 拼转型跟服装业 共同合作 到底如何来推动新商机呢 锁定稍后 今日我最传的单元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 亚洲最前线 今日我最传的单元 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之下 许多的国家面临到 产业外移的冲击 在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 脚踏车制造业者 在历经90年代产业 纷纷外移或者是外包 还有2008年 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 除了坚持原先生产 工业脚踏车的本行以外 还跟服装品牌 异业合作 设计出复古车款 成功地拼出新商机 工人忙碌组装 手停不下来 这件位在纽约的 脚踏车制造业者 创建于1898年 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 百年老店 脚踏车的框架 从塑形 焊接 粉刷到组装 全都在纽约制造完工 除了生产个人单车 业者更靠着打造 工业三轮车奠定江山 不论是在汽车大厂福特 或是飞机制造商波音 都可看到他们的工业三轮车 穿梭在偌大的厂区内 自豪于美国制造 却抵不过成本考量下的 产业外移风潮 1990年代末期 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单车生产厂 全都将生产基地 以往较便宜的海外或是大量外包 这间立即与纽约的业者 成为全美硕果仅存的自行车制造大厂 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衰退 工业三轮车的需求也锐减 美国百年老店力求转型 透过与生世男装品牌异业合作 设计出两款定制版的复古车型 采用顶级皮革打造座椅和收纳带 呈现出异于以往的奢华格调 弹性与创意拼出生存空间以及新契机 加上2010年后大环境逐渐复苏 业者表示过去四年半以来成长强劲 每年都达8% 脚踏车百年老店誓言 还要再继续风靡一世纪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